欢迎来到每日模组合成器第449天 今天是接下来一系列的每日练习的预告 就是我最近发现在原本的模组合成器讲义课纲之中 我少了架构系统的这一个过程 所以接下来我会为了准备讲义的内容而做一系列的练习 这个内容是什么 就是我把架构系统的要素分成了三点 确定性不确定性跟随机 如果英文讲的话 我用的字是Certainty Uncertainty跟Random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三个要素 我觉得会成为一个模组系统音乐的平衡 就是三层分立的感觉 首先我们会需要一些确定的要素 这些确定要素包含 比方说旋律 固定的旋律 固定的音色 固定的乐器种类 Bass Lead Pad这样子 固定的速度 我们会需要这些固定的东西 作为一个音乐的基地 再来的不确定性 就是这些声音的变化 比方说旋律 它的变化 就是虽然旋律变化 我先等一下 比方说旋律的变化 节奏的变化 跟这个音色的变化 这种感觉 那它跟随机又差在哪里呢 我个人认为不确定性 它很有两种方向 一种是 就是虽然不确定 可是它是在规范之内的 比方像Chaos 就比方说我今天旋律 虽然不确定 会跳起的音不一样 可是它可能是特定几个音会换 比方说每七个音会换一个音高 而且换的音高 都在我选择的Scale里面 那或者是比方说节奏 节奏有特定的几个拍子不一样 可是它又是在规范内 比方说我每八个音符里面 会有一个音符 它跑六倍速的速度 这个东西我会叫做不确定性 那你说每八个音符 某一个东西跑六倍速 那不就是另外一种确定吗 没错 所以我个人觉得不确定性的做法 就是要使用一些复杂的数学关系 比方说完全不同时间 我之前很常使用这样子 比方说每一分钟出现一次的LFO 跟每70秒出现一次的LFO 它互相交织 就会跑出一些共通点 那这些共通点是 我们不太能肯定它在哪一秒 去出现 当然用大量的数学去计算 还是可以知道 它会在什么时候出现 可是毕竟它可能会超出 人可以计算 可以掌握的内容 所以我把这个东西叫做不确定性 那就是它会感觉有点随机 可是它还是在安排之内 最后随机的部分 我个人喜欢把随机的部分 放在速度跟音色上 比方说音色的亮度 有微妙的变化速度的进行 我会以比方说5BPM左右上下摇摆 这个东西我可以使用随机 去加强这整个音乐的生动感 的这个怎么讲 有机吗 所谓的有机 其实就是不确定感 因为用了不确定性 跟这个又好像有点相似 那这样子讲起来 其实好像会有点模糊 不过我接下来就会在 接下来几天的使用设计系统的内容中 来解释这三个步骤之间的来回 那我个人觉得他们不是有顺序性的 一个比较大的 比较大的顺序可能是确定不确定随机这样子轮流走 可是比较常用的就我个人的心得来说 比较像是我做了一个确定的东西 那我再加不确定的东西 然后再用一个更大的确定的东西把它包在一起 然后最后再大家加一点点随机的这种感觉 好所以这个就是接下来的预告 我打算花今天是29号3311 我打算花四天三天四天左右 在安排这样子的练习 那最后他我会把练习的结果做成讲义 加在新的课程内容里面 OK好 所以这个是接下来的计划 那如果对于架构系统有不同的想法的朋友 也欢迎在YouTube下面的讨论可以回应 那说不定有一些不错的这个系 什么叫架构啊 可以更更能够完整这整个教材的内容 那今天的模组合成器 每日模组合成器 就到这边 我们明天见 拜拜